今天我们来看一块被内力惊人的大神维修过的硬盘 硬盘刚拿到手的时候 从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还是比较正常的 可是当我们反过来看的时候 就能看到它底下的贴纸全部都起泡了 当时对方第一次找我的时候 我是让他拍了照片 从这个照片上看之前是非常平整的 也就是说上面这些泡泡 它是维修过以后才产生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它是我的忠实粉丝 直到我这边接的最多的是二修盘或者N修盘 于是在询问过我一遍以后 决定先到附近处理 说实在搞不定的时候再来找我 现在不就来了吗 这真的是把我当成云被胎时啊 当时我给他的答复是测量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的盘没有干过颗粒 那我还是按一修的算 现在看起来这个条件貌似不符合了 我也把这个情况告知了对方 还是先连机测试一下状态吧 目前我是上级检测了一下 它这里应该要有16个ID全部识别才对的 中间这里明显是有一些缺少了 这里还有三连是空白的 虽然它这个颗粒从表面上看起来 没有被干过的迹象 跟我以往见到的不一样 因为上面没有焊油 但是后面的贴纸足以证明一切 可是我又没有证据 我怀疑之前这块硬盘 可能是直接放在BJ加热炉上烘烤的 或者干脆就不加焊油 拿热风枪往上面干了一遍 再把这个贴纸也一起干别了 对方去找上家 他给出的解释是并没有干过硬盘 而是在设备上来回做测试 才产生的泡泡 最后断定是固件问题 而且PC3000设备不支持恢复 然后就退了回来 按照我这边的经验 要产生这种泡泡 这起码得两三百度以上的高温了 看来上家也是练过九阳神功的 内力惊人啊 反正给我的话 我肯定是摸不出这种效果的 那我要如何证明它是恶修呢 咱们可以来做一个小实验 来验证一下 它到底需要多少度才能变成这样 我这边随便找来了一张 同款材质的三星贴纸 然后再随便抽出一块料把吧 接着我们把这个贴纸 贴到这块料把后面 现在我已经把镜头对准了热风枪 目前我的热风枪已经调到一百度了 这是我的风枪里面最低温度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计时器 接着我们拿风枪来吹一下 从上面这里吹吧 可以看到 一百度的温度 我吹了一分钟左右 后面这个贴纸 它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挑战一下200度的温度 调到200 继继续开始 两百度干了一分半 只是边缩的温度 只是边缩这里出现了一点点缩水 但是离起泡确实还有一段距离 再给它调到300度试一下会有什么效果 好 启动 平常拆颗粒的时候 大概350度左右就可以把颗粒干下来了 可以看到这个贴纸的四周 正在不断的缩小 刚才用300度干了有一分半左右 虽然这个贴纸并没有起泡 但是缩水迹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吧 因为中间这里受药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缩水会更明显一点 这就证明这块硬盘它之前接触到的温度 至少是超过了300度的 正常电脑工作的时候 可能100度左右 这根硬盘就触发过热保护了 工业级的有机会撑到120度 这种情况用我们这里的话来说 就是 还好我之前让对方拍了图片 要不然我今天是掉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我把这一个情况说明以后 当事人又找回了上家 其实二修盘我是不太建议大家 把我反馈出来的问题 再回头去找上家的 毕竟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再找回去只会增加自己的疲惫感 二修能不能修好完全是听天由命 毕竟我只是一个修盘的 并不是侦探 问题告知对方只是为了把硬盘的生死权交给当事人 另一方面竟然这一个盘是已经上过一次铁板烧了 那烧烤费总得买单了吧 于是我又给他加了300块 问他同不同意 对方最终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了 契约继承接下来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干他了 刚才我是在上机的时候发现主控附近的贴纸发烫非常严重 虽然我没有上家那么深厚的内力 但是我有高科技啊 我这边用热成像一扫就扫出来了 是他的主控发烫比较严重 这里都一百多度了 这种发烫跟以往的吊固件还有正常工作起来的那种发烫是有区别的 区别就在于我刚才一不小心还被这一个主控给烫到手了 现在我要把这一个可疑的主控给他干下来 操 主控底下居然都连锡了 他居然还能被识别到 也算是一大奇迹了 反正我打死也不会相信这个主控出厂的时候莫愿秋是这样子的 主控大概率他也是坏的 我的桌面上恰好有一张放了几个月的料吧 这个主控应该是1202 擦干净看一下 没错 主控型号是对的 那就决定是你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主控给他干上来 我也没有检测过这个主控 这是直接从料板上拆下来就往上面干了 希望他是好的 主控换完 目前的温度是已经恢复正常了 现在最高只有53度 比之前低了一倍 上集也能直接轻松点亮 那么上家所说的设备不支持 或者固件问题 这种结论自然也不成立了 原始故障是啥 我也没搞明白 资料恢复嘛 运气也占一部分吧 我这边做资料恢复也不会过度的依赖单一的设备 毕竟设备它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 它并非万能的 不可能看到一些不支持的新款主控就什么都不做嘛 那样就太局限了 目前硬盘的资料正在读取中 可能有的网友会对我刚才的恶修费耿耿于怀 觉得我是不是在故意黑对方 如果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速度与时间的话 估计就不会这么讲了 这块爬目前的速度只有两点多k每秒 往后选一下可能情况会好一点 上区的读取速度我已经给它调到最大了 我这个端口起码又得占用一个月不能干其他活了 没办法 二修爬确实是挺折磨人的 我现在看我们一起去读取快捏哲 还有第二好